她养育了七个孩子 她精通三门语言 她是医学博士 也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防部长 她就是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出生于政治世家 是个妥妥的官二代 冯德莱恩的父亲是德国现在最大的在野党基民盟元老级人物 冯德莱恩有六个兄弟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 父母宠溺地叫她小玫瑰 父亲出门工作时常常带着年幼的冯德莱恩 从此在她心里埋下了从政的种子 冯德莱恩于1980年考入汉诺威医学院攻读医学 并在那里认识了她的丈夫海科·冯德莱恩 在这里多说一句 冯在德国是古老贵族才拥有的姓氏前缀 海科的家族经营中国丝绸起家 早在1786年就被菲德烈大帝册封为贵族 门当户对的两人于1986年结婚 婚后的冯德莱恩继续攻读学业 并于199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92年海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 冯德莱恩在家做全职妈妈 从1986年到1999年间 冯德莱恩陆续生养了七个孩子 同时活跃于德国政坛 堪称时间管理大使 2003年 冯德莱恩当选德国夏萨克森州议会议员 作为议员 冯德莱恩在党内紧跟默克尔步伐 此后政治生涯一路开挂 2005年默克尔组割 冯德莱恩出任德国联邦家庭部长 2009年冯德莱恩升任劳工部部长 2013年冯德莱恩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防部部长 2019年欧盟领导层五年任期结束面临缓节 在关于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一关键人选上 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推举基民盟副主席韦伯担任 马克龙则主张法国人巴尼耶上台 双方争执不下迟迟没有结果 在最后的时间节点上 默克尔和马克龙决定各退一步 双方均放弃原有候选人 由此 拥有美国背景的德国人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成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从政医时 关于他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歇过 他从未有过军队经历 却当上了德国国防部长 除了冯德莱恩本人以外 全家人都是美国国籍 他却当上了欧盟委员会主席 不过 恰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说 中方愿与欧方一道 以冯德莱恩访华为契机 发挥合作潜力 为变暖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季节多变换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飞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 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小生医疗中心 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mante等多个地区 均有服务者 详情请咨询626-286-8700